Yohomoril淨水腐轻健康值饮水机3.0 Pro 使用教学产品介绍 看看产品结构 控制面板介绍 净水取下圆水箱盖子 取出圆水箱 圆水箱加水喉水自卖线 将水箱装回主机 贴合卡紧 盖上圆水箱盖 当装好纯水壶 接入电源 净水中登常量 开始净水 约10分钟 纯水壶装满水后 质净水中登色灭 取水 预设水温 点按加或减可自定义调温 预设水量 点按加或减可自定义水量 选择好水温和水量 点按取水件即可取水 换水 水交换灯闪射或常量时 请更换一箱水 倒掉圆水箱盛如水水 水箱加新水喉水自卖线 将水箱装装回主机 贴合卡紧 盖上圆水箱盖 制冷功能 开启制冷 长按冰水件三秒 制冷完成后 此时要以登常量 选择冰水件 水量 再点击取水件即可取出冰水 关闭制冷后 建议用户按照以下步骤 有手动排空冰胆内的冰水 以免冰胆内部残留水影响水质 关闭制冷 开启制冷 情况下 长按冰水机 建三秒制冰水件白灯亮 拔吊电源 取下圆水箱和纯水壶 找到底部的蓝色冰胆菜 在冰胆菜静下方放置若一升性水容器 拔吊冰胆菜 冰胆内部水开始流出 水流完后 请湿回冰胆室 制氢功能 机器默认制氢功能开启 长按制氢件三秒可开启 或关闭制氢功能 首次使用注意事项 保障最佳过滤和口感 1. 请取下纯水互补护盖 2. 冲洗磁芯 重复正圆 5箱圆水箱的水 1. 装水 2. 重复净水 3. 换水 4. 倒水 重复5次以上步骤 3. 冲洗加热管道 取出3次500ml开水 4. 冲洗冰胆 取出3次500毫升冰水 完成前面操作后 确保原水箱处于密线 純水壶制满水 长按冰水件三秒 开启制冷功能 制冷完成后 此时要必登常量 取出3次500毫升冰水后 完成冰胆清洗 智能冲洗 智能冲洗淘标闪水 智能冲洗时 机器需要智能冲洗 啟动智能冲洗前 请先清空纯水壶 并加满原水箱 长按三秒 逃标可执行智能冲洗功能 滤心更换 红灯显示 滤心寿命即将到期 红灯闪射 滤心寿命到期 请更换滤心 取出完水箱后打开顶盖 使用滤心攀手 将需要更换滤心 逆时针船转至开锁逃标位置 并提出 将新滤心放入滤心仓 并顺时针船入至关锁逃标位置 然后盖回顶盖 长按三秒 泡茶 建加300毫升件复毁滤心 落声提示 以升职对滤心受命复毁成功 滤心更换后 请按 冲洗滤心方法 进行清洗 及排水操作 其他常用组合按键 开启同锁 长按三秒 增加件加减少件 锁定面板 点任二按键 明响二声 逃标闪动 无法操作 解除同锁 重新长按三秒解锁 明响三声面板解除锁定 一键排空 长按三秒泡茶件加300毫升水量件 初始化 长按三秒泡奶件加150毫升水量件 初始化 全平鲜亮一秒 整机初始化 恢复出厂设置 或物应值 清洁与保养 顺水壶清洗 用水冲洗或使用柔软海绵擦清洁 原水箱清洗 用水冲洗或使用清洁擦清洁 原水箱除够 先摘半箱水 再放入30克柠檬酸 让其静置2小时 浸泡2小时以上倒掉 再清洗完水箱即可 防沉网清洁 建议再制冷时间变长 制冷噪音变大 或使用超过半年后 使用螺丝刀取下螺丝 取出防沉网 用清水冲洗防沉网清洗后 落干装回积可